张花有一名70多岁的富人到市场买菜 结果回家途中 他一名骑着脚踏车老先生发生了擦状 然后富人疑似没有松开油门 连人带车回旋90度 滑到了对象的车倒机车 也就这样掉到果园里 幸好两人都只是手脚擦错伤 穿着白色上衣的老翁骑脚踏车直行 左后方一辆机车经过时 疑似两车太靠近发生碰撞 老翁当场倒地 骑机车的富人连人带车回旋90度 滑到对象车道 机车还掉落果园里 骑机车的富人爬起来 还大声质问倒在地上的老翁 老翁也回呛撞人还这么大声 还好两人还有力气吵架没有大碍 附近居民听到碰撞声 纷纷出来查看 帮忙扶起倒地的阿伯 还拿椅子让两人坐下 等待救护车 靠太近了吧 对 那个阿伯怎么样状况 还好 因为早上他有再骑过去 他有骑过去就对了 就是他手中那边有撕裂伤 事发在彰化永静巷永新路三段 6号上午10点多 76岁詹姓夫人买菜回家途中 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 和69岁的张姓老翁发生碰撞 幸好两人都只有擦错伤 双方都自称要返回住家 经警方九车 九车子都为例 因为那边有车 他如果撞车的话 可能冲击力更大 就会这样搞过就对了 算蛮幸运的啦 对 附近居民说 这个路段平时车流量大 当时夫人划到对象车道 幸好没有车辆经过 才没酿成严重意外 记者林一峰 最后报道